立法院去年决议台中歌剧院将纳入国家表演艺术中心 那这一规定就表示台中市必须要把台中歌剧院给无偿的捐赠中央 不过由于部分议员有意义 所以这已经排入了今天去举行的台中市议会的临时会议程 要阻止市府割地赔款 文化部长龙英台表态说文化部将促成台中歌剧院纳入国家表役中心 但是龙英台也表示说万一台中市议会没有通过 台中歌剧院暂时就无法纳入 而他强调说文化部今年已经开始了为台中歌剧院编列预算 并且将立即组成推动小组 让台中歌剧院成功运转带动中部异出起飞